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父亲一直比较反对 为什么父亲反对 我觉得他是这样 他给职业定上了一种性别的一种分类 他觉得男孩子从事音乐不太恰当不太适合 所以父亲是不太支持我学习音乐 特别是我高中去了一所 以培训音乐特长生为主的一种特殊高中 那个时候他就更加反对了 他的获奖经历 2011年度华语金曲奖 优秀国语歌曲奖 2013年香港高校联校歌唱比赛冠军 我们要不要让他唱一段 谢谢 今天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叫李白 手带扑通 下配六颗写一双 手指指上 身穿越岭青泡山 表皮身会 写几字表 一群浪 人生峰会路转 双千明月光 一世的上霜 举头望明月 滴头似故乡 谢谢 大家有没有觉得小伙子来看节目 是的 唱得太好了 他应该就选秀 你一看你就不太懂音乐 你只懂体育 他这歌写得不错 我好像听着别的歌手唱过 你是不是哪里有别人唱过 不是 我这首歌还没发表 还没发表 那就别人杜撰 谁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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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歌曲很多嘛 但是说实话 小康是吧 对 写得不错 唱得一般 你自己评价呢 作为专业音乐水准来说 你的唱功怎么样 我觉得我生意有自有特色 然后唱功还有待加强 对我也觉得是有待加强 我们两个不这么认为 你们也不是专业音乐人 他自己唱得比别人好 马丁你是不是要来一首啊 来两句吧 真是 把我逼到这份上了 三句 三句 爱和交代瞬间 举杯对日情死前 爱和两茫茫 算了 就这样吧 第一响相中好 真的吗 对 以我们这种 属于唱K 还能混得过去的 但是小康 你参加各级比赛 你也知道 可能能进前十强 像去年好声音一样 火遍全国的那个 不太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一个现实的人 对 我觉得子萱选择教育 刚才 黄老师还说 是不是来错地了 其实我不是来的吗 我手团新成人 罗静 积木宝贝国际草教副总裁 积木宝贝国际草教 致力于零到六岁 婴幼儿平衡发展 让中国宝宝 全面拥有 实现梦想的能力 我挺稀才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教过小孩子吗 教过 教过是吗 但是您是说几岁小孩 我教过 最小的 教过五岁的小孩子 最小是五岁 那你就告诉我 你觉得五岁小孩子 你跟他教音乐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会 是很多比喻 很多答案 你就把这个 罗静 罗总当成五岁的小孩 教他一首儿歌 教他一首儿歌 对 好 嗨小朋友 今天我 今天你觉得天气怎么样 很好啊 对 但是我今天要教你一首 小孩子跟这个好天气相反的 我们叫 Ran ran go away 好 老师先跟你唱一遍 Ran ra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来我唱一句 你跟老师唱一句好不好 Ran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说了 这个小朋友 说你教的还不当中 好教的还是不好教的 就是因为他还没开口唱 所以我还不知道 好 我想通过这番交流 我们对祖萱这个原因应该有一个初步了解 我想下一步呢 我们让他在12位BOSS宣传言当中 选择一盏灯灭掉 告诉他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我肯定不会去 我想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判断 来 祖萱 告诉我们哪一家企业 你肯定不会去 不用走过去 直接说就对 我觉得他大概觉得走过去灭比较解放 来吧 直接说出他的名字就好了 大姨妈 50团新成员柴可 大姨妈CEO 大姨妈是一款 以亲戚健康为核心 关爱女性健康的手机应用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方向 跟这个不太 完全没有交集 对 OK 我们这有好多好多女孩 都等着你写歌呢 你把我灭了 你对得住他吧 对不起 我们谢谢大姨爹 谢谢 在谁说 这个很像金丑旅館的 小花出场那个杂区 先在那受罚吧 实际上你第一个被淘汰了 我估计最后 可能他会跟大家say goodbye 然后呢 这个他自己后面会拿 会有很多boss 愿意给他一个小单子 帮他们写一些音乐啊 什么的 我都愿意 写一个大姨妈之歌 可能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余夏的 十一列boss成员 你们选择一下自己 为他去 还是留 各位boss成员 请选择 恭喜小康 余夏的十一列boss 都为你亮着亮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 天生我有才 你这上面有一个地方写的挺矛盾的 你说同事眼中自己是工作狂 但是同时你有说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少加班加点 没错 因为是这样的 我是那种 在工作过程中我就会做到最好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生活跟工作都要兼顾 因为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创作去写歌 如果在工作过程当中你的女朋友要跟你约会 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不可能发生了 就是因为工作的工作交往是交往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一点 大家都不能打算公司的话 能在一起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所以您这个问题也 对 就如果真的很着急 你的工作需要六个小时 你六点以前要发出去 但是女朋友家里出了一件很紧急的事情 她可能现在非常需要你赶到她身边去 张老师肯定是经常打扰自己男友工作的人 张老师还没有男友 所以还没有尝试过 这些模拟 这些很重要 来 怎么解决 我会先打电话给我 如果是真的是说这工作非常十万火急 六点钟必须得完成 不完成 这影响了整个公司的人的利益的话 那我肯定会先打电话给我 最要好的哥们 找人帮忙 对 找人帮忙 去救急 对 如果是非得需要我 那我经常跟公司说对不起 是这样 哥们 后面一个选择是对的 前面是个打击 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哥们去帮自己的女朋友 这是一种观点 其实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可以去接受的 因为大家都会有个理性的判断 他首先说了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公司上上下下很重要的结果的时候 我才会优先考虑工作 如果那边非要我去不可的时候 我还是感情放纵 其实这个回答还是蛮perfect的 我觉得还是过关的 小康 我其实还因为你今天还很年轻嘛 其实你是想到底走哪条路 这是很关键 一个是我们说职业音乐人 另外一个我们说就是职场 因为如果你要想走职业音乐人 可能这个平台不适合你 那如果你要走职场 那这里是适合你的 但是不是你像做词作曲不是个全职工作吧 不是全职的 对对 全职的 但是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就让他来回答 对 你的答案是什么 对 我的答案是就是做音乐 其实你还讲 你的答案是没有 你的答案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 我这么猜一下 小康 我不知道 我既可以 是不是做全职的音乐人 现在养不后你自己 应该是 是吧 那你想想 做音乐行业的话 比较惨 但也没有惨到那种地步啊 如果我们公司的话 就好的制作人 一个月也是好几万块钱 进了你们公司 已经能成为制作人的人 和一个音乐专业毕业的学生 是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小康 对对 就是杜华你觉得他这样的刚毕业的 到你们公司能做什么 我觉得制作助理 就是可能开始的话 只能做助理开始 因为我刚刚 什么助理 就是制作人的助理 制作人的助理 就统筹一些 比如说电影录音棚啊 歌手录音啊 等等一些琐碎的工作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他真的进入专业音乐圈 他的竞争力不够 反倒说他在一个有音乐相关的工作的商业职场来说 他很有竞争力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我给你建议就是 不管你做职业音乐人 还是做职场跟音乐相关的工作 都得专注才能做好 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判断了 余下的世界报导 请选择 说得最多的灭得最快 好 现在还剩下两家企业的老板 为小康亮着灯 一个是乐华娱乐的杜华 一个是积木宝贝的罗靖 我们就直接进入 谈钱不伤感情 有请杜华罗靖 杜华和罗靖已经走上了竞价席 我们在他们的屏幕上输入 准备给小康的乐心之强 现在我为他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杜华 小康我为你提供的是我们公司的音乐制作人助理 因为你的专业性不是特别的狗 可能给你的价钱的话 公司的话会 不要透露底牌 因为你有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我先不要透露底牌 好吗 来 罗总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积木宝贝国际早教中心的音乐课的课程老师 给孩子们上课 我们的课程是从零岁到六岁 孩子都有 接下来请两位揭晓 为小康准备的乐心 那我们启用这个环节新规则之后 这是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落差 如果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图老师 这1500是不是低于我们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没有没有没有 1500是可以的 可以吗 北京应该1200左右 这也太低了吧 1500 对啊 如果真的有点过分了 如果真想要1500 因为1500块的话是次比心 但是因为你可以比如说你的作品被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用到的话 辞取那个另外收费的 那这是兼职还是正职啊 正职 这我能理解 因为这是助理职位 对吧 音乐公司的确赚钱挺不容易的 我们从这个心情看起来 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两个报价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说到你的竞争力 你在专业音乐领域 这就是你的竞争力 你在非专业音乐领域 你的竞争力 很现实 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小康你应该去选1500 为什么呢 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我认为你应该抛弃工资去想 其次因为你现在上了这个节目 有无数的老板已经想让你给他写歌了 我告诉你会后我们私聊 我也想让你给我们写一首大姨妈之歌 所以你会有很多外快 这句话终于在你跳不来了 你不要担心生存的问题 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条路不好走 尤其是什么制作人呢 说实话 说老板人家刚从大学出来 你让他追求梦想吧 沐妍 哪怕三年他南墙撞到了 然后他再回头也来得及 不是不是这样 沐妍你听我说完 可以追求梦想没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梦想跟你现实 是需要吃饭睡觉穿衣服的 明白吗 3000块钱追求梦想没问题 加1500 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们让我追求梦想还讲 就是谁开的钱多谁说话吗 打牌时候不都这样吗 向来都是梦想 一千五的说了这么半天 不让五千的说话 向来都是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但是我很尊重 我尊重您的选择 不管你选择什么 我们俩谁 我问一下 您为什么给他开出这个价钱 对 第一个就是 你在我们金木宝贝担任的 这个指导师的工作 教授音乐课 在这个空间里头 你可能 我刚才也说了 对你素质上的挑战是有的 尤其是音乐素质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 儿童发展心理学专业方面的一些提升 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一种提升的这个通道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跟你最终去追求你那个梦想 是不矛盾的 我觉得 所有的生活体验 都是一种成功的积累 我甚至帮您说句话 我甚至认为 罗姓给你这个职位 正是你自己在 我们节目的报名表上写的 先当个音乐教师 然后业余时间 只要不加班 一下班你就去追求你的音乐梦想 对 但是我要帮 我要帮杜华说句话 我告诉你 在九十年代初期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导游 那个时候导游是全国十大高收入行业之一 我大概一个月就可以挣一万块钱 九十年代初期 但是原来九十年代你是万元户 对 然后我就得到一个机会去中央电视台体育部 实现我对体育的狂热爱好和追求的时候 我就把爱好当工资发给自己 发了好多年 因为刚进电视台的时候收入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 大概比这个落差还要大 说一下 但是你先有了万元户 先是万元户去追求梦想 我们头三年每个月只拿一两千块钱 因为你先有了一万块钱 对 每月一万块钱 那边二十多岁的人谁会留钱啊 杜总杜总杜总 杜总 其实我们都很平民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他喜欢你 但我觉得这些价格确实太低了 加点吗 这么说吧你看 金威也站住了 我站起来也值五百 我站起来也值五百 马帝也就值五百 也值五百 马帝也就值五百 马帝也就值五百 1500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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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北京市最低工资多一百块钱 你看看 所以这是非常低的工资 对于一个说的比较传来说 这些有点费 这些人有工作在北京很难生存下去 我得挺杜华 因为人家是有薪酬体系的 他们的助理就是这公司 你不想看 大家是一个团统招聘的 实际实际实际 互相感情 加点钱又有面子 又能招到人多好一事 就是 连我都清醒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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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让小康知道 如果他想在音乐公司 或者娱乐公司生存的话 一定要靠手艺吃蛋 他必须得创造出好的词 好的取悦 他们就是不希望有人 因为工资留下来 你继续不要说 听我说 听我说 现在完全理解 我开场时候说了吧 我不能保证 不打断求职者 或者是BOSS 我只能保证 不打断他们的腿 这样吵下去 明天也没有结论了 我们一起安静15秒 让小康再思考一下 然后让他告诉我们 他的选择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15秒 来 请思考 来 请说出你的选择 我选择乐华娱乐